诗篇第27篇 大卫的诗 我们在第27篇里面 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要如何战胜心中的恐惧呢? 这篇很显然 从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大卫在战胜仇敌之后 所写的一首诗篇 是用来感谢神 是要来宣告得胜的一个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大卫他想到 神是他的亮光 是他的拯救 是他性命的保障 或者翻译成力量 因此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 就半叠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所以在这种仇敌攻击他 征战的经验里面 他发现到 其实真的神都是来帮助他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惧怕 在这三节里面 他就有三次讲到不害怕 因为神是帮助他的 让他即使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能够仍旧安稳 第四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这是大卫的诗篇当中 非常美的一句话 也是反映出大卫最深的一个渴望 那我们在前一篇 第26篇也看到 这是大卫一贯的一个主题 就是表达他对寻求神的同在 住在神的殿里面 瞻仰他的荣耀的一个渴望 所以他讲到说 他曾经为这件事情来求耶和华 他还是要寻求 换句话讲 这是他长期不断的一个寻求 这是什么事呢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所以这个虽然是看起来 是三件事情 可是对他来讲 是只算是一件事情 就是住在神的殿里面 那住在神的殿里面 做什么呢 就是瞻仰神的荣美 并且来求问神 来默想神 那我们知道其实 圣殿是在大卫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所罗门才建立的 所以呢 他的这个渴望 似乎没有在他生前就完成 但是呢 其实他一直都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 第五节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的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账目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解释 为什么他一直希望能够住在神的殿里面呢 因为当他遭遇患难的时候 神就会暗暗的保守他 如果我们藏在神的同在里面 神也会暗暗的保守我们 把我们藏在他账目的隐秘处 也就是别人找不到的 敌人是没有办法进来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高举在磐石上 代表就是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地方 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这样 虽然他不断受到仇敌的攻击 有很多的征战 但是呢 神始终把他保护在隐秘处 最后高举 他在一个王位上面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账目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所以大卫 他不仅能够战胜仇敌 还能够抬过头来 高过四面的仇敌 在神的账目里面 欢然献祭 第七节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续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所以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 也是要我们来寻求 他的面 那我们也 心的深处 也是有这样子的渴望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感 祖苦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就我的神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 必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罪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 和口吐凶言的 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所以不会丧胆 不会害怕 是因为他的信心 我们如果要能够战胜 任何的恐惧的话 就是要有信靠主的坚定信心 第十四节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战胜 我们心中的恐惧呢 就是当我们想到 神就是我们的拯救 是我们的力量 他是我们的 随时的帮助 我们心中就不再惧怕了 让我们常常的来寻求神的同在 瞻仰他的荣美 并且默想他 这样我们就能够常常得到他的保守 我们就不再惧怕了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来像大卫一样 一生来寻求住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同在里 并且瞻仰你的荣美 能够看到你的荣耀 看到你的美好 并且常常得来求问你 来默想你的话语 感谢主 你必保守我们 因着依靠你 我们心就不再惧怕 我们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